本土民主 反共 普罗政治 民生起义 myradio.hk 黄毓民 李怡 联合新书法报会 9月26日下午3点 普罗政治学院 报名请将姓名 电话 电邮至hkpolitariat at gmail dot com 名额有限 以赴9月月费网友优先 查询请电 2467 3088 大香港主义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大香港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 回来第三节的大香港早晨 今天有汤姆 有我郑松泰和湘杰推咪 是的 真的 我觉得今天真的很多事 今天又918了 第一节滴水 第二节耳朵的问题 第三节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觉得真是没有阿康在缠绝 你讲来讲去都是你觉得阿康放飞机而已 我还记得你跟他说了一个名字叫飞机康 不是我 听众在chap room里说飞机康 这个名字不错啊 这个名字挺好 我觉得人总有犯错的时候 是吗 你立刻抱他 我又不是抱他 但人总一犯的时候 你也试过放飞机吧 我之前有说的嘛 我不会是 我不会早晨说你找我不能找到的 我从来没试过早晨找我不能找到的 咦 这样阿康比你差 这样就不要这么说 差不差的东西就不要说这些 你知道你在大家的心目中 你那个形象已经是低于何障人那样的了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主要是没有阿康阵着的场 湘杰刚才发脾气 做早下 丢东西啊 湘杰 不要说 不要说丢东西啊 几岸是 大肯找他 你扔什么来说 你扔东西就扔到我的频道里 我现在见到他 第三节又说一些 都叫做 都提到香港的事务 但当然其实媒体的报道不多 最早是在这个8月份的时候 我们讲的是小满新村 屯门的小满新村 屯门的小满新村 而且我只是测试一句 如果听众看到一些音乐 看看反映一下 现在会不会OK 还是继续这样 可以在check room那里讲一讲 因为很打击到我们做节目的感觉 对啊 对啊 始终我们有些亦阳顿错 就是那个 灯火机坏的时候 有些亦阳顿错 我想说 因为这个小满新村 早在这个8月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东方和太阳都有不同的报导 报导就是说 政府在年头 在施政报告的时候 有一些所谓的 叫做 要找多些地 找多些地回来建房 那就是被人广泛批评这个盲腸地 于是他们的目标 就是找一些绿色或者绿化地带 就是说 在那个土地规划上面 就画了一个绿化区 或者绿化地带的地方 那就是想着 叫做在规划处入址 申请改变这个土地用途 那就去变成住宅区 那就去建房 但是为什么会和小满新村有关呢 那就是因为在8月份的时候 就突然间有个报导爆了出来 那报导爆了出来的时候 就是当地有一片的地方 本来在那个规划处 就是一个绿化地带来的 绿化地带 是的 一个绿化地带 意思是否就是没有人住的 又不是没有人住的 又不是没有人住的 这是一个很古怪的情况 一些历史上的说法 汤姆就问的问题就是 再叫做绿化地带的话 会不会是没有人住的呢 所以郊的公园是否绿化地带 那郊的公园当然是 那郊的公园没有人住的 但是那里是比较特别的 譬如平洲 又或者譬如长洲 平洲特别是平洲 某些地方的山头 是绿化地带来的 是 假设和理论上 那里不应该有住宅 或者建一些楼房项目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 可能偷渡 或者某些当时的逼迁 或者搬迁问题 政府其实当时 是容许了有一些寮屋 或者是有些木屋的居民 就搬去那里就住 是 就发一些牌照给他 就称之为牌照屋 那特别平洲是多的 而小南新邨 其实就是 或者是类近有一些牌照屋 或者是一些寮屋居民 可能是没有屋的 住在那里 或者是 发个临时牌照给他 你就住在那里 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就是 突然间在八月的时候 出了一个报导 就是说 那个小南新邨 就是要被逼迁 被逼迁的意思就是 收到成规会封讯 收到成规会封讯之外 同一时间已经刊献 刊献已经登了报纸 就是说那里 接下来就是会大型开发的 是 上了成规会 上了成规会 跟着过了区议会才夸张 区议会 就是区议员不知道那里有人 团门区议员他们批准了 他们批准了 他们不知道那里有居民在那里 去见到卫议区法处 第二个过来的时候 你见到区议图 那里全部都是一片绿色的地方 应该是没有东西的 你看Google Map 都是有一些白色的东西 团门区议会 团门区议会 就通过 赞成了 是否有份的 团门区议会 大家明白了 不然为何做超级区议员 那情况就是 规划处 申请入址 改土地用途 建房子 我们一看就知道是梁静英那些小区议 这一片很小的一片 严格来说那里是小的 我们是有外景的 我们特意去了外景去拍那个地方 给大家看看 因为严格来说 你问我小南新村在哪里 我之前是不知道的 我知道 那天我跟你一起去 我明白 日朗都在那里 我们三个大陆在那里 大陆在那里 那些就不要说了 你一个随时 我都可以 我们待会看完影片 就是说回正经的事情 那规划处入址去改变土地用途的时候 甚至刊献说是要做了的时候 其实这个区议会是收到他们的资料文件 而区议会当时就没有回忆到原来有人住 亦都以为不需要咨询 于是就通过了赞成 就赞成通过 谁知今年年初的时候 今年年初到年中间就赞成通过 谁知去到今年的8月份 一爆出来的时候 报纸登出 当地居民就突然突然打起来 喂 毛利拉根要收到我们的地 以及已经进行迫迁 开始说是这个年底要做 要完成那个搬迁工作 于是那些区议员才愚梦初醒 才发现到原来那些山头 有一条小南新村 有区民在那里住的 原来那里有选票的 原来那里 忽略了 是啊 原来那里有选票的 那我们说来说小南新村在哪 大致上的位置 其实是近黄金海岸 也算了 你从黄金海岸走过去 都几近的 都几近 25分钟左右 起码15分钟 没滚理 我们是在那里走过去的 我想说 大家印象 大家通常都知道黄金海岸在哪 我相信 就近这个爱琴 轻 爱琴 爱琴之鱼 那些有四个字 爱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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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琴湾就是黄金海岸前 那里大概15分钟左右 老邪 总之在那里附近 就是有个小南新村 现在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那里后来 才被传媒报道之后 接着区议会和当地 才发现到原来有居民 那里面就说 有20多户居民 接着估计若膜粗略的人数 大概是根据报道 报章报道就是有200人左右 是 没错 那现在怎样呢 现在不知道 现在因为这个情况就是 规划处过了 区议会通过了 刊牙去做了 突然间现在区议会发现自己 拿了东西 接着区议员因为在这个选举之前 撲出来做事 现在就临时立即要搞一些咨询会 因为一牵涉到原来要搬迁的时候 很简单的就是要咨询当地居民 现在是完全没有任何咨询底下 于是就走了去那里 就说要查了一条尊 是 所以整件事的事态就是去到最近了 OK 就是在15号的时候 区议会就去补和 就是为这件事 于是就照了 这一个叫做规划处的处方 上来交代的事件 但暂时的处方的回应就是 这个规划的过程 是一直都跟着做法的 但是现在关于小南新村的问题 就没有一个收地的时间表 现在呢 就仍然是相吐 基本上是这样 那就是不知怎样了 就是不知怎样了 那当然了 所以说后来有些行动的组织 都在做当地居民 他们所知就是 因为当天我们去到外景的时候 都找到一些当地居民去做访问 都有一些 其实 这个有点特别的就是 他们是没有所谓 大家印象中 譬如好像这个蔡元村 有一个所谓的居委会 村委会 sorry 村委会 或者村长的光发 本身小南新村 那个历史背景就是 其实是由于 因为当年 这个屯門的海水发浪厂 七二年的时候 在靠海那边 是一个很大片的小南新村 小南村 但是后来 因为要建这个海水发浪厂 有一部分的村民 就要被人逼迫 于是当时 港英殖民年代 就赔了几百元 就叫那些村民 就由这个山头 搬到另外一个山头 中间 后来慢慢发展 就是一条屯門公路 一插就插开了 所以就有两边的小南新村 即是你找Google Map的时候 你会发现行错路 即是我们 你而已 我们咯 我们咯 我们就一起咯 司机都开Google Map 我们就去了另外一部分 后来找了一段时间 终于找到了 于是 我们就去了一条村 就进去做一个采访 是希望看下 当地的居民 究竟他有些什么看法 他的意见是怎样 那我们去一去 我们外景那条片 有日朗 我和汤姆 热血製造 最强频道 passiontimes.hk 我们今天来到 屯門的屯門公路旁边 有一条村 叫做小南新村 在这里 就是一个掃缸的路段 因为早前 我们收到一些听众 和有一些支持者的报料 就是说 在现在这个路段 这个小南新村 就在今年年初 突然间接到 这个承规会的通知 就说 他们现在在住 这一片地方 就是更改了 那个土地用途 接下来 他们会面对着 突然间 政府逼迁的情况 中间当然是有一些细节 我们之后再说 那我们今天 最主要来到这里 就是找当区的居民 和了解一下 小南新村的背景 和他们现在 当区居民面对的问题 以及看看没有机会 或者可能 大家各方 如何对事态 有更进 我们现在进去看看 或者找一些村民 聊聊聊 我们现在进到 小南新村的入口位 刚才看到 在外面也挂了一些 Banner 讲政府的逼迁范範围 是关于迫迁的问题 其实呢 这一个 即是现在这一个 刚刚的逼迁 是和这个规划署 在年初 它是做了一个 掃缸区的分区计划 大纲的核准图 当时呢 做了核准图之后呢 正确的就是 将这一片的绿化带 就根据为住宅 但是呢 当时 规划署 它去提出 这个规划署的时候呢 就是将 这里当区 有居民在住 的现况呢 就是涉嫌有隐瞞的情况 于是呢 当屯门区议会 收到这个规划图 那个核准图的时候呢 就是忽视了 里面的问题 也就是说 其实屯门区议会 都可能是有相关的责任 最终的就是说 去到今年的8月的时候 这里当区的居民 接到就是说 为科学署 和区议会 真是准备通过这个计划 的时候 要正式面对着 迫遷的问题的话 屯门区的区议会 才是在那个区议会里面 提出一个反对 但是 承规会呢 亦都没有 把反对的内容 提交上去 那个 就是那个讨论里面 于是 现在面对的问题 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里面 那些居民 是没有被咨询过 他们是需要面对着 一个被迫遷的情况 是 那些政府 那些很狡猾的 就是从来 我们都没有听过 他说 你收到这里 是 这条村里 听到 你说 你什么 他说 你那里 小林先生说 收地 是 是 我那里 知道 你 知道 你那里 是 收到 你的地图 我那里 知道 你 知道 你 在这里 收地 知道 没有 没有什么 是 我突然 他现在 没有 知道 你 是 在白梅小林先生 是 那你 你在这里 住了都 十年了 我那里 七三年 七二三年 是 海水花瓣蟲 拳过来 啊 啊 高雪尖过 手里 在海水花瓣蟲 是 在海水花瓣蟲 是 那里 那里 对我们 比较优势 就是高雪 没有什么 松露 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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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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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 那里 你那里 搬过来 大概住了多少户 那里 十多户 很多家 都是 那里 我看到 十多二十户 在这里 十户 十多二十户 有些 现在 几十年 有些人变得 有些人变得 你变得 有些人变得 有些人变得 那里 都不止的了 那就是 老人家住 在这里 多多的 是啊 有些人变得 没有走 他在这里 在这里 那里 那 那现在政府 说他要收地 那那些老人家 你们 你们 接着怎么 怎么 怎么 他们没有说 反正你都没有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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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 你会不会搬 你自己 当然 不可以搬 啊 啊 啊 但是 之前 之前我看了一些报道 政府 他有说过 城区有的人上过来 走过一转 说没有人在这里 他初前 我听过 有一辆车 他回来这里 找上去 但是一看了 没有人在这里 就是这样 哦 就是开车上来 一转一转 怎样 是 诶 他说 这条村 没有什么 没有形 就是这样 就是 怎么办 是 那现在 现在 区议会 或者那些 区议会 因为区议会通过了 赞成了支持 那些计划 我知道 区议会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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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你这样 我说 你 像你这样 你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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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 很多区议员都 不知道 不知道 这个村有人在里面 有人怎么做 他不知道 但是 你们小南山村 没有那些村委会 那些吗 那现在 现在 都有些 区议会都在里面 区议会都在里面 我的囚子 他有些 些 你这样 才知道你有人在里面 有这样的情况 区议会 就 呼一下呼一下 你就 没什么事 就通过了 看那些图片就这样 噢 好啊 好啊 那不妨你时间先 好啊 謝謝你 小濫新村 其實看回歷史 在這裏的居民 就是住在這裏的老人家 他們其實來到這裏 都有30年40年的歷史 因為之前在屯門的海水發展廠 70年代起的時候 他們這條村的10多20活居民 其實就在屯門公路 即是吉青發街的位置 就在那裏居住 但是建了海水發展廠 所以都搬上來 但是現在就要面對著 第二次人生的一個迫遷的事件 因為剛才我們跟村民 跟有個鍾先生談過 以及看一些相關的資料 這個說法 村民的說法 以及根據一些報道 就是今年年初的時候 其實規劃署 他就是打算把這個掃廣窟的一個地段 是那個綠化地帶 就變成一個住宅用途 但是誰知道這個計劃 遞了上去區議會 以及城規會的時候 都沒有任何部門或議員 會發現原來那個大綱 是包括了我們身後的小南新村 也就是說 是議員或政府的官員 都不在意原來還有人住在這裏 好了 到了今年的八月 剛剛早前的八月 當城規會真的要下來的時候 做一些前期工作 以及屯門區議會 是要再次去批核一些工程的時候 區議員看到那個細緻的內容 才發現原來裡面是有居民住 有居民住 於是現在大家是一個拉鋸的狀態 因為你見到的就是我們身後 其實真的有些民居在這裏 還有是剛才跟中生 有些老人家談過 就是說其實年輕人可能搬了出去 剩下可能一些老人家在這裏 之後他們的生活是怎樣 又或者之後他們怎樣 就是面對著真的政府殺到你的時候 怎樣逼遷呢 現在還是沒有任何的打算 還沒有任何的看法 那接下來22號 他們就會去銅鑼灣那裏開會 那詳細資料我們會再核實 那日朗你有沒有什麼資料補充 其實早前那個政府方面 其實有一些村民其實就說 政府其實早前是有開車上來 去看看這個情況 但是他們只不過是找車來開來看看 就當是說 說這裏已經是沒有人居住 那所以呢就決定把這塊地桿 都列入為一個所謂收地的地方 但是事實上就是看到 其實也有不少的居民在這裏住 那所以其實都看到 現在的情況就是不論是議員方面 政府方面都是有所謂的情況 導致現在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有些居民需要出現 變成搬遷的情況 其實面對著政府的搬遷 或者那個談判 又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因為小南新村 它在96年的時候 其實屯門區議會 將它和小南村 和附近的數管區的村莊 就是叫做割開來的 那它唯獨是小南新村 這裏是沒有村委或是村代表的 也就是說當政府去談判的時候 如果上面有些人 如果不是住了二三十年那些居民 他們願意是和政府去談判 去搬走 接受賠償方案的話 那剩下可能很少部分的戶數 或者是老人家 那個情況是更加之惡劣 因為人家走了 剩下你只剩下幾戶 就真的會變成一些丁之戶 的情況發生 那至於那個情況是怎樣 我們會詳細繼續去跟進 在報道上面 那之後就是看看 他們22日開會的狀況 有沒有最新的進展 那我們今天來到小南新村 了解關於城規會 它為了勾地 將一些 現在隨便找一些地出來 變成由綠化用地 變成住宅用地 這些的收地情況 相信接下來都會有這些情況發生 那大致上今天我們去到這個位置 那我們之後會再和大家做回跟進的報道 是這麼多 謝謝 姐姐 今天水務處有人上來問我們 有沒有交水費 是嗎 我早就交了 和MyRadio的月費一起交的 蛤 是不是遲了交呀 沒有可能 可能他們吃飽飯沒事做 每個月我都在月尾交 MyRadio月費的啦 希望你能支持的節目 預先感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Hyo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